這個地方的話,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基本上這個排程部分 總共會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畫面上面要做什麼 那這個我想表達我們前面做蠻多的 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 一個文字方塊 這個是下拉下拉 三個按鈕 那這個就是三個標籤 我想這個前面做蠻多的 所以第一個階段的話就是把這些 先做出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按輸入的時候呢 要寫哪些程式 可以自動判斷編號 然後把這個項目填進去 把這個時間 填進去 把這個時間 再加上這個時間 填進去 並且把這個時間 填完之後把這個時間 把這個最後面的時間加以 大概這個輸入部分 還有清除結束 大概是這樣的功能 OK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著 開啟那個問題 這個問題 22 問題 然後開發地方的話呢 就是 在新建一個表單 對 表達裡面 大概這一些 那我等一下會把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把上面的名稱 再給各位 再傳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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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